蘇文昌會不會不走了呢 國會大現場時間交給陳佑 國會大現場 我們今天邀請到立委賴士堡 來到了現場 委員早安 是大早安 委員我們持續來看 到底內閣改組的戲 到底要拖多久 應該今天就會有答案了 因為蘇葵就說 今天整個立法院會期結束之後 就會來跟這個總統討論 那當然內閣改組答案就會出來 可是現在就有兩套劇本來走 現在傳出來 是不是蘇葵又要繼續留任了呢 這個照理講 他如果確定要走的話 其實內閣怎麼改組 跟他沒有關係 結果煞有其事的昨天 蔡英文跟蘇貞昌 還去討論 說內閣改組的事情 看起來就是中小幅度的改組而已 而且看起來 昨天聽到的消息 只有少數的部長離開而已 那這樣子的話 看起來好像是不走了 可是當然也有另外一種說法 說這個東西 底牌沒有到最後一刻 不知道 那蔡英文還是有可能把它換掉 那現在情況來講 從蘇貞昌的女兒昨天說了 他爸爸很喜歡替國家做事 那跟我在 在執行他講的一模一樣 那就是等於兩個字 戀戰 戀戰 他可以臉皮這麼厚的 繼續留下來 那大家就拭目以待 他這個內閣已經被被社會所淘汰了 被多數民意所否決了 他要繼續用他 那就用吧 對 其實今天還有一個跡象 因為今天行政院的院會 要來討論下一個新會期的施政報告 那當然這要引發聯想 下個會期的施政報告 由蘇貞來討論 是不是就是意味著一種留任的跡象 又繼續升高 當然也得要看今天到底 孫仁昌可能真的請辭之後 那蔡英文的態度是如何 他今天也不一定會請辭 因為這裡面沒有他請辭的這個問題 只有總統告訴他辭 他才辭 所以他當然除了他主動辭 可是他從頭到尾都說 他要繼續留下來 要賴子不走 他這是他表達的一個很清楚的訊息 給社會大眾 那所以就看蔡英文要不要留他 所以假如蔡英文沒有跟他說 你就結斷新任務完成了 換別人 如果他沒有講這個話 他可能就留定了 在這裡面就看起來 這個這個臺灣的民主制度 民主憲政的手法 到現在就變成被蘇貞 他一個人這個完全的破壞掉 對 那所以這樣子看起來 好假設如果今天蘇貴真的留任 真的對民進黨2024是有幫助的嗎 他們認為會有幫助 那我認為適得其反 他如果留任 他們就一路輸到底 那當然還有一件事情 在蘇貴如果真的要下臺之前 這個發現金到底什麼時候能發 畢竟現在看起來二月能發嗎 三月能發嗎 還被績效 可能是要變成親民獎金來發的是不是 看起來不知道 這個他只要 其實他昨天只要答應我們 一萬塊的訴求 而且我財源都把它找好了 他們很快就可以發了 很快就可以發 但是他們就一定不要 一定要留口袋留四百億 在口袋裡面 當作私房錢 還有我們今年去年的徵收是 四千九百五十億 比原來的預估四千五百億 多了四百五十億 所以四百五十億加原來的四百億 就有八百五十億之多 當作他的私房錢 黑箱使用 他們要硬要這個 所以這樣拖了 實在沒有道理 這兩筆加起來 剛好就可以給我們多四千塊 變成一個人一萬塊 他只要答應就好了 他就不答應了 就繼續卡嗎 繼續卡 是 好 我們今天下期 委員的把握時間 謝謝 我們可以看到 到底蘇奎會不會留任 今天當然整個會期結束之後 就會正式的來對外揭牌 可是我們可以看到這齣戲 真的也很久了 從一開始 原本預計可能上週五 應該就會請辭 結果沒有想到立法院繼續 延會 延會到了今天 一月十九號 所以這個歹戲 脫棚到底要拖到什麼時候呢 預計有在今天下午 傍晚的時候 總預計算就會三讀通過 那麼之後就會看 蘇奎的下一步會怎麼走 以下是我們這一節的國會最新 大家科普一下 水神跟病毒呢 還有細菌在打架的時候 會變成什麼 變成水 沒有殘留任何的污染性 那一天使用個百字千次 其實也不會傷到你的皮膚 那家裡有小孩的孕婦都可以很適用 哪裡買得到水神生成機 請上快點GO 輸入我的推薦代碼 就會有折扣喔